您有使用過地圖嗎? 這次兒童美術館又推出了新主題 不僅顛覆傳統對地圖的想像 更融入新的概念元素 邀請四位藝術家 以地圖為發想起點或創作核心 創造出個性化的藝術表現 這一次的展出其實非常特別 就是我們把藝術跟人文社會科學 一頭的地理的地圖學做一個連結 那在這個連結 就是讓小朋友能夠從學校以外 他們有更多的人文社會科學的認識 那其實我們在這個展出裡頭 其實邀請了四位藝術家 那每一位藝術家都有他的特色 這次的展區一共分為四個主題 可以欣賞到靜泰的地圖和人文景觀 以及透過日常體驗組成一張世界地圖 此外還有藝術家吳灿鎮的作品 將生活中的聲音結合地圖相當有趣 自主的一個行動 就是小朋友呢 他其實有一些藝術家 他可能就引用了一個小朋友的一個視角 然後觀察他們生活周遭的一個地貌 或者是一個對於小朋友而言 他們就是一個社區的認識 然後第二個的話就是關於他的溝通的互動 其實有很多手作的活動 能夠讓小朋友能夠去體驗這個 資訊視覺化的部分 然後第三個呢 就是他的社會的參與 就是我們其實有一些地圖 它其實象徵的是一個全球性的一個認識 地圖的功能不僅指引我們方向路徑 同時也能跨越語言文字 承載不同時期的自然樣貌 藉由四位藝術家的創意發想 運用不同的媒材 呈現地圖與生活環境的連結 希望能開啟孩童對世界的想像力 記者有家於桃園報道